Guys, welcome to my channel,啊,这里是Andy's video channel,啊,欢迎大家来,啊,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天,也是礼拜十四啊,今天上午呢,啊,今天那个闭了盘以后呢,这是每期的一点多钟啊,今天安迪呢,上来简单的跟大家聊两句啊,今天的盘面呢,我想走的是比较精彩啊,这个盘中的一度啊,嗯,下探啊,大家可以看一下 道,NASDA和S&P啊,都出现了这个,呃,尤其是道指啊,它是一波窗,一波新低的这种下探啊,嗯,纳指和这个S&P也都是啊,都出现了一个下探之后的低位震荡啊,尾盘呢,有点像昨天啊,有点像昨天,昨天安迪说了后两个小时呢,往上打了打啊,今天呢,后两个小时呢,没往上打了打,后一个小时呢, 好像就是直指跌啊,最后,嗯,几分钟啊,可以说就是右往上啊,翻了翻,抽了抽啊,呃,看看这个各板块的图形,大家可以看看啊,如果这个乍眼一看啊,红多绿少啊,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啊,说明一个什么,谁自己心里想想就行了啊,呃,今天安迪 recap一下自己的操作啊, 首先说呢,安迪今天啊,就说是最低的时候啊,这个股指往下走到最低的时候啊,安迪呢,昨天跟大家说过啊,安迪有一个操作的小技巧,就是说昨天只用了0.5的资金,因为今天呢,安迪想用1.5的资金啊,重击这个市场啊,这一下资金管理啊,就到位了啊,为什么呢? 因为大家知道,安迪是做空的,然后用1.5的资金重击这个市场,肯定今天是获利的啊,并且安迪在盘中的时候啊,呃,手中有那么,应该是主要的是五个品种啊,其中三个品种啊,均都已经盈利啊,都出现了盈利了啊,呃,然后呢,其中也有一些,就是说多头还在往上蹦蹦的一些品种啊, 我认为呢,蹦呢,也蹦蹦不了两天了啊,呃,这叫就是,别看你今天蹦的欢啊,小心什么,给你拉账单啊,账单早晚会寄来,呃,安迪为什么说这个呢?因为有些朋友问过,安迪啊,请咖啡,问过安迪的这个重仓的股票啊,安迪都share出去了啊,基本的都会share有两个啊,或者是三个啊,有人得到两个,有人得到三个啊,呃, 那得到三个呢,基本上就是比较全面的,得到两个呢,就也是比较全面的,都是一个方向,安迪在那个回复里都说了,大家得到的会知道啊,今天手中的品种有好的,就说盘中都是超过5%以上的盈利啊,光说今天这一天,不包括这累计的从礼拜一开始到现在啊,有的就超过10%啊,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有些人啊,看了一些人啊,来了, 来劲儿的有些朋友们啊,你这吹牛逼,那个大盘好像震荡,你小小亏小赢啊,大盘稍微一跌,你又又大赚,嗯,我还真想跟这些人说,这就是安迪的交易模型,要解决的问题,我做的就是你们嘴里说的那种结果,现在啊,呃,因为呢,每个人的眼界呢, 和视野呢,和这个脑袋呢,是不一样的,安迪就只能说到这里啊,我的模型啊,的目的,解决的方案的目的就是啊,只要市场一出现,稍微的大一点的波动啊,我的盈利必须要走上来啊,就是那么简单,嗯,今天,但是安迪今天要回,呃,总结一下今天啊, 今天安迪给予自己的评论呢,是持平啊,为什么呢,为什么安迪盘中都有这个,呃,那么好的收益,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持平,因为他,毕竟他尾盘反抽了,安迪这几天呢,这个加空单啊,有的坐音车队啊,今天就是我不会清场的啊,所以有些东西呢,可能到尾盘呢,往上抽了抽,把盈利呢,缩了点水啊, 嗯,咱们还是谦虚的说啊,持平,二字啊,周四,昨天小说,今天我们持平,其实盘中咱要不是说啊,安迪那么强的信心,看这个空啊,不,不在这一天半天的啊,盘中稍微一有点震荡啊,咱这手中的品种啊,就,就是盈利,稳稳的盈利,但是,整个收盘,因为安迪并没有交割啊,并没有交割, 所以呢,我就说啊,刻刻一点说啊,持平啊,好,这是对安迪手里的,然后咱们看看这股指,看这道指啊,昨天我说过啊,这面临的又是一次变盘点啊,用道指说的,在这个地方啊,很多人会惯性的认为他还会再往上翻,但是安迪呢,却不那么看啊,并且安迪认为呢,他往上翻过去是比较难的,嗯,虽然在这个变盘, 变盘点啊,安迪说过啊,他应该是变盘下下,但是他在资金上注水了,因为他降息了啊,所以有一个小惯性,到最后还得要看市场的这个选择,嗯,现在呢,给市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头绪呢,你想,道指一行啊,嗯,S&P和纳指啊,NASDA还是,给人感觉不错,对了,今天得说一个大的前提啊,大的前提, NASDA今天啊,是有两家比较受关注的公司啊,我在这里就不说了,因为比较敏感,他们的报表业绩都不错,两只公司应该是今天高开之后呢,就泵荡的高位横盘震荡的走势啊, 这已经给这个市场做多人气啊,很大的鼓舞,但是都立了不了他下跌的命运啊,因为这三大股指,今天均已收出阴线啊,嗯,这就是我补充的那一点啊,补充的那一点之后呢,明天周五啊,安迪会汇总这一周的情况啊,看看咱们所谓的逆势操作加空单啊,这一周会是什么样, 呃,周五的回复呢,就是周五我做这个video呢,可能会总结的比较全面一点啊,呃,甚至会给大家看看,呃,大家想看的东西啊,我也在在想这方面的事情啊,啊,啊,我刚才说了一下这个总体的,呃,总体的情况是这样啊,也说了一下前因啊,和背景啊,之后我想说了今天,给点小深度啊,我想说说这个, 这个有些人啊,这个,就是这个溥爷啊,最近总说这个就业率最低,实际上啊,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美国的就业率是怎么回事啊,今天我想聊了这个就业率的事,用几分钟的时间啊,每当聊到美国就业率呢,安迪就想起了小时候唱的,我们是一种主义的啊,结伴人, 这小时候啊,一唱那个歌曲啊,就特别自豪啊,呃,有的时候在操场上有个讲台啊,上面会有一个这个领唱啊,手里啊,有的时候画三角,有的时候拿了一个小三角铁在那当当敲啊,嗯,他得先起个调啊,起个头,然后起,大家一起唱啊,哈哈,这童年啊, 这是可能有些朋友们啊,年龄可能是那个小一点就没有这个景了啊,安迪那时候刚开始看这个,看那小三角铁还还还挺炫啊,吓了我一跳啊,结果这个跟跟跟这个上台的指挥的这个同学关系还挺不错的啊, 让他下回啊,可以啊,这就借出来给安迪这个,看一看是个什么,是个什么武器啊,我曾经也是敲过那个东西啊,挺有意思的,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敲那个东西,或者是有机会啊,碰到那个法器的啊,这是一个小题外话啊,为什么要说这段呢,因为美国就业率啊,大家可能不知道,美国其实理论上来说, 他就根本没有失业率啊,这点可能有些在国内的朋友不理解啊,那美国没有失业率,马路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,home lay啊,要饭的啊,两回事啊,那home lay有home lay的事,我跟大家说啊,咱先不聊home lay啊,我就说美国啊,美国如果你就是上高中了,基本是high school的学生了,你出去打工去啊,就是说啊,一般就能给个十二刀, 一个小时啊,这叫位置啊,就是说是这种小时工啊,这种小时工是只要你想去体验啊,他就会给你这个机会啊,不可能你就说一个高中生去社会实践体验去,找了半天没有一个地方啊,接收他,或者给他这个经验,让他去挣钱啊, 这在美国没有的,因为在从高中以后啊,学生们就会有一些project,要写一些东西啊,有一些东西跟社会实践是相关的啊,他们要完成他们自己的作业,每个人都要出去,去参与这个社会的活动啊,很广泛啊, 从那个促销员到这个,一些提几个名字啊,星巴克的这个什么,做咖啡的啊,甚至于做那个,呃,又又又教的,教育的,或者服务的,或者是,呃,有很多很多这种东西啊,大家一参与啊,基本上啊,就是说你的这个假期啊, 人家就会给你安排的非常好,首先培训你啊,也都是免费的,然后呢,很快的你就会上岗啊,上岗之后呢,那小时工资啊,基本上是12,管吃啊,管吃就是说什么呢,就是说看你那个,呃,上班的时间啊,有的时候可能是午餐啊,他就给你吃,你还可以往家带一份啊,我就告诉你,你还可以往家带一份啊,走的时候,你还可以往家带一份啊,就是,就是这样啊, 所以他那,你说连孩子,高中生的孩子啊,找,找这个小时工就是那么简单啊,没有难度啊,没有难度啊,至少安地居住的城市是没有,有些人说中部地区,或者哪个地区,那安地没去过,不太一样啊,有可能不太一样,但是这就要说今天可能,政治又有一个大新闻,我不想说这个事啊,要说民主党人家就是搞得好,对吧,民主党的这个票墙, 你看西海岸,我们啊,我们西海岸就是,我就觉得很漂亮啊,很nice,很不错啊,就是这个感觉,所以呢,就说是,如果你要是高中生,你要是成年了,你要踏踏实实的,愿意付出你的劳动,在美国应该是,不会不给你机会,或者是你找不着一份小时工的,没有这种可能性啊, 大家如果在这生活,大家就知道,他找工作很简单啊,所以那个溥爷有时候说我们失业率,这就是说,就是穷人啊,有些人他不乐意做这工,因为他觉得挺累的啊,他挣了一个hour位置,他觉得没什么意思啊,可能大家有时候看那个电视上,有些那老外是穿那样子的啊, 好像,你觉得老白人啊,就是那个,很有范儿啊,那其实都是一些,安妮在这里说啊,那可能都住在农村的老白人,是那样子的,你要真正在这个大城市遇见的那个小伙的白人,那个啊,他就跟那个很不一样,有些人认为可能,他传统中的外国人,或者是美国人, 应该是老味的,那样子的,其实你现在来美国,大城市的这个,美国人啊,存美国人,小年轻的啊,他已经不是像你想象的是那种,以前看什么那个,电影里的那种啊,什么西吴歌,吕小头,请帅的,然后,他不是那样子的了,已经啊,现在这个社会很开放了啊,有些人可能,在这就不深度讲了,反正就说,跟大家的认知呢,是不一样的, 所以啊,在美国啊,这个职业啊,就是一种主义的接班人,知道吗,只要你是接班人,你愿意实践啊,就肯定会给你这个照顾的机会的,这是没有问题的,他也不会像咱那早工作,什么这个,地元简历啊,面试啊,海选啊,什么一次,除非你那真是,就说是有degree的,往上走啊,就是说, recruiter啊,你会得到一个recruiter,他们评论啊,一群或者,那个奖金啊,那个就不是这种hour位置了,那就不叫小时工了,那个可能就是中层了,拿年薪的了啊,相对来说高一点啊,这两种我要分开说啊,一般小时工啊,一个小时,你像孩子一般是12刀啊, 大人是多少呢,17刀啊,我这是啊,有的城市不一样,州不一样,都不一样啊,我就说,但是呢,基本上呢,是这种,只要你想去接班钱,你想去付出去,这社会呢,就会给你的机会,所以大家下回记住了啊,凡是溥业一说,什么失业率很低,就业率很好啊, 那本来就是,根本就应该是没有人失业啊,咱说实话,为什么呢,因为他,美国本来就是这样的,知道吗,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,大家想象的,他创造出来多少岗位的事情啊,今天我看看表没有时间了,好,see you next one.